大家好,我是阿健 上次提及到我們組裝好充速器 今次繼續下去,我繼續做第二包 開始戰鬥了 我們當然要開包 如果有新玩家的朋友 就可以跟說明書 逐包組裝是沒有問題的 完全沒有問題的 首先拿出底板 第二包還有什麼呢 還有筆 筆位 然後我們就全部打開 當然一包一包 其實跟說明書 我們就可以組裝得到 筆編 有螺絲等等 我們先載螺絲 還有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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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新玩的玩家 不知道這包是什麼 這包就是設定我們車的Toe-in-out角度 說明書裡面有說到 怎樣去設定我們的Toe-in-out 用什麼號碼 會有多少度 我們首先把筆碼弄好 首先在筆碼之前 我們當然要檢查一下 筆碼的 因為有些膠料 有些水口 我們拆走了膠料 檢查水口位 好了 脫了出來 這裡有些水口位 怎樣處理呢 其實你看到不是很平的 我們拿一把芥末刀 輕輕撿一撿 當然這些位置 撿平它 好了 另外兩隻筆 也是這樣 前後筆 接著呢 搞定四隻筆 那些零件OK了 我們看說明書 拿到Toe-in-out的筆碼 說明書 叫你前一二號碼 即是頭兩隻碼都用零到終點 終點一粒點 而第三號碼都是一粒點 第四號碼就是 點三五向外 中間的 那些朋友一定會說 有問過 之前也有 還有其他的 中點也有 然後有些 向上向下的點也有 那這個呢 如果是可以的話 下次找個機會 介紹給大家聽 怎樣分上下 因為這個用來設定 Wall Center 問題 會可以設定 Wall Center 但我先跟說明書 因為這些膠料拆出來 又是有少許水口 我們可以倒閉 倒閉了水口位 為甚麼呢 裝上車子不會頂住 那些膠料是要撿一撿水口位 好了 撿完之後 我們跟說明書 可以準備組裝了 譬如 頭馬 頭尾馬 2號碼 3號碼 這個 留意了 FF 這個就是前面的 有一個寫著的 另外RR 就是4號碼最後的 有些朋友會問 底板怎樣做 其實還未完成 底板 我們回來 要找一塊平的玻璃 或者桌子 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有沒有特別的 OK 沒有特別 因為其實 要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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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每個朋友不同 每個人喜歡的方法都不同 有些朋友問 究竟 造裝的車 想耐用一點 有些人喜歡擠水晶邊 有些人喜歡擠水晶邊 而有些朋友 可能會不會摸摸 有些人喜歡擠水晶邊 有些人喜歡擠水晶邊 有些朋友會拿沙紙去散一下 散一下 散一下 但我的慣性 其實 因為 你回來摸到 其實就不太可以擠手 那我就 沒有什麼 用散的方式散一下 那些披風位 這樣 那知道 水晶邊 即是膠水邊 我也很少做 那為什麼呢 原裝車回來 原裝的銀度 各樣拿得準 所以我就不知道 這些水晶邊 這樣 那我跟說明書 開始造裝了 因為剛才我都說 說明書叫你頭碼做0 這樣 造裝下去 頭四的碼 1、2號碼0 拿錯了 1.35 0號碼0號碼 看到底板 前後 前在這裡 2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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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先做了頭的部分 先 好了 頭的時候 有什麼要裝呢 當然 還有 有些螺絲要收 那 SAT DOWN STOP的高度 就在那顆螺絲 好了 先收了 好多朋友去到這裡 我聽到說 3號碼比較緊 因為它用混炭料 比較強硬 所以是有點緊的 有些朋友 覺得緊的時候 可以 出來再收 收進去 覺得到頂 出來再收 就不用靠 一次過收進去 有些朋友 問 我是不是跟說明書 收到內突 那麼多 其實我的慣性 就收到 一半 過了顆螺絲 突出來 兩邊平均 這樣 為什麼呢 最後我們都會上架 去設定車 那 在這裡的時刻 就不用收到 正確 因為你未必好準 數值是多少 有些朋友說 拿卡車 我就不會 因為我上架的時候 就做這個動作 好了 繼續收到另一隻 收到開始緊 聽到有些聲音 可能怕它 掃畫 那你出回來再入 好了 你看到大約出出入入都是差不多 兩邊都是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停了 要留意 因為一臂是左右的 那麼 收螺絲的位置 兩邊是不同的 即是一左一右臂的 做到 不然你收到同一邊 就會反轉了 好了 另外 四條片 也都準備定 我們放進去 鼻子這裡 另外呢 一會兒準備塞兩顆 另外呢 有很多螺絲 小螺絲 先收到一個波子 先 這個就是油壓 到時拍油壓腳的波子 好了 這裡又是收尾的油壓 油壓腳 有些朋友們留意 為甚麼呢 這個 尾巴 尾巴 有機米的 其實是前面 後面油壓 沒有那顆 收單止螺絲 另一邊就是 收油壓腳那邊 而前面是收什麼呢 前面那邊呢 就是準備 預收防傾乾的螺絲 螺絲 螺絲收到頂手就可以了 有很多朋友說 什麼時候收到實 其實你收到頂手就已經要停 已經很夠了 說明書也有說 叫你收進去多少 其實呢 很明顯看到可以量度 收到頂手就夠了 千萬不要再收 收到頂手 因為收到頂手之後 你再收 會有機會掃畫 好了 你看到我呢 鼻子就一對對做好出來 這個最後的車碼 你要留意 要一個實心點 向外 說明書 就叫你實心點向外 因為為甚麼呢 兩度Toe in 這個點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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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跟說明書 你會看到 Toe in 兩度 未Toe in 好 這碼搞定了 接著就裝好頭碼 先把頭碼放進去 我習慣呢 就輕輕拆住了 那些螺絲呢 我就不收緊 我輕輕拆住了 那些螺絲先 好 接著就到尾碼 好 為甚麼我剛才鬆鬆的呢 我就是想 試一試 慢慢來收一下 那些 可以現在收到頂手 少少 為甚麼呢 我想試一試 筆呢 究竟是否太適合 這樣呢 其實已經是太適合了 這樣是太適合的 看看後面 嗯 太適合 好適合 其實為甚麼這樣試一試呢 如果太適合的 如何處理呢 其實呢 當中呢 其實可能是有些水口位 令到現在很適合 我先看頭部 先看頭部 先看頭部 究竟在哪裏會太適合呢 如果有看過之前我講的那些 和大家講的 因為 這部車其實要很順順的 如果好像現在這麼適合呢 就有機會夾著鼻子 走起來是不好的 那會有哪些位置會這樣呢 哦 其實原來為甚麼呢 因為那些 鼻子 我們那些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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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少少水口凸出來 那可以怎樣做呢 那這些呢 你可以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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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新的膠料 全部都很適合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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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再放上車 當然你可以先試試 還沒收緊螺絲 所以我叫你先收到 頂手 就停一停 不用再大力 立即暢順了 這邊還是差一點 這個 OK 這個 後面都是這樣做的 大家都是這樣插出來 這樣撿一撿 其實弄到這樣就可以了 在這個時候 如果前面搞定 怎樣呢 我會最後 收到頂手 再收多一下 收到頂手 再收多一下 收到頂手 現在 就不用太大力 頂手之後再收多一會 這樣就可以了 有些朋友問 要不要用螺絲膠 這些位置不用用螺絲膠 收到頂手就可以了 頂手再收多一點 好 這個時候搞定第二包 後面 就自己拆出來做 大家 好嗎 我裝好 然後就開第三包 好了 剛剛介紹完 做到第二包 安裝了第二包 現在拆開了第三包 我們打開第三包 的零件 這包是說 設備 設備 轉向部分 以及摩托座位 摩托座位 首先 我們可以按照說明書 可以按照說明書 那些螺絲都拿出來 螺絲都拿出來 那些螺絲都拿出來 攪拆這些螺絲 當然 那些螺絲 可以最少 滴滴 一些螺絲 滴滴 滴滴 我們可以 把 轉向位 收了 轉向位的螺絲 先 轉向部分 這些 收到頂手 也是 這些 都是收到頂手 好了 那些螺絲 我們就 按下去 轉向 記得 有一個銅戒指 可以先收到這個部分 有些朋友會說 裝下去 是不是要收螺絲膠 其實不是 因為 我也不建議 朋友們 裝螺絲膠 為什麼呢 你拆出來很麻煩 不需要每個位置 裝螺絲膠 其實 收到頂手 其實 都不會 放鬆 所以不一定要 收螺絲膠 接著 到這個位置 這顆 放進去 之前 其實可以 旁邊 放少少 萬鈴膠 A膠 那些 水劑 很少一滴都可以 因為 防止這顆 反動 其實 現在 絕得很緊 當然 如果你再想 好一點 你可以 放少少 A膠 放在旁邊 不要滴到 進去 其實我不擔心 它會鬆 因為 現在 都知道 很實 這個位置 看我現在都要 很大力 其實都很實 搞定了之後 接著 就要把皮帶 因為剛才那盒 裡面已經有 把皮帶 放進去 這裡 會有兩隻 屎片 剛才 底部 為什麼 可以 不用 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 收一收 收到頂手 就夠了 不用加螺絲膠 我見很多朋友玩車 都要加螺絲膠 整好 黏住 其實真的不需要 你看我 其實我收到頂手 就停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會一番手 檢查 檢查 應該坐進去 對 皮帶 我剛才看過 好了 這兩顆 絲帽收到的時候 說明書 叫你 放少少 螺絲膠 其實 我的慣性 我這個位置 真的不放 為什麼呢 這個位置 就是 啤檸 你放了螺絲膠 怕啤檸 就會被你滴到 收到螺絲膠 那時候 小小技巧 收實 大家 如果有做過 這個 這款車的話 大家的力 要知道 收到多少 其實 剛才我說 收到頂手是OK的 其實這個位置 不下膠 我 沒試過翻鬆 收完 這台車 你看看 虛位也很順 很少 沒什麼虛位 還有中間那顆 好了 搞定這裏之後 接著就到大減位 大減位 大減位 比較多螺絲 大減位 因為這個是 兩件組合二成 我建議大家 這兩顆螺絲 旁邊的兩顆 可以先弄 不用收緊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留意下 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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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一邊 中間的 再把 直線 這個位置沒有收緊的,只會扭住 接著,就收到大減座旁邊的 和摩打座旁邊的 因為這裡,原先叫大家收六粒博士 我將這六粒博士固定 我到現在都沒有收緊的 全部扭住 為什麼扭到盡量貼底板 少少頂手 現在是收貼的 然後把這兩粒螺絲收緊 為什麼呢?我想用一個準確的平位 把這兩粒螺絲收緊 收緊後,收到頂手 扭多一點點,給多力 扭多一點點就夠了 然後就回頭 收回底板的六粒螺絲 頂手就可以了 接著要做什麼呢? 接著就是安裝Servo 今次的Full Racing設計師很精美 基本上Servo是連同大減座 和摩打座 這個呢 這個時候,Servo要連同Servo 一起安裝 不然我擔心你們會安裝錯位 說明書可能令大家不太留意 為什麼呢? 這次一看過就好像麻麻 好像令大家麻煩一點點 其實不是很容易 為什麼呢? 今次的Servo 是要貼固牌片的 貼住固牌片 不要貼車底 即是不要貼底板 如果你玩開Tuning的朋友 會發現 我平常是貼底板 但今次反過來 是要貼到我們這個 頂部的Grafi片 Servo我旁邊的兩粒先 接著為什麼呢? 接著我就可以扣過去 我不是收到很緊的 剛才那兩粒 扣過去 接著收死了這兩粒 這裡真的要留意 因為Servo如果安裝貼底板 的位置是不對的 大家要留意 這裡 接著呢 前面那裡怎麼搞呢? 就要塞子螺絲批 在車的旁邊 塞子螺絲批 進去處理 因為這個位置比較貼 剛剛呢 就是在 水撥 這個位置 在這裏收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呢 是貼著一塊刮牌片的 現在就收回Servo的耳朵了 這次的設計是收三粒螺絲的 沒問題的收三粒 夠力了 但是呢 留意 底呢 是離縫的 看不看到 Servo和底板是離縫的 但上面呢 一定要貼著 看到 這個時候呢 其他的螺絲 可以再檢查多次 收緊 再收緊 再跟一根 底板已經收緊了 底板的六粒 已經收緊了 好了 旁邊的兩粒都收緊了 就可以了 到現在呢 還有什麼呢 就是要做一整個 推桿位 另外呢 原裝跟了 膠的Servo按 其實兩隻 一隻就是 負他把 或者其他類型的 一隻 25 就是負他把 23 就是三粒 他們那些 我那隻是三粒 來的 我需要拆細三粒 大家收拾一收拾 其實現在呢 就未必調到 中位 即是Servo中位 可能大家都要給電 才可以調到 我只是輕輕放了 位置 到 組裝好了 這些 才可以一次過 做好 兩支推桿 這支是什麼推桿呢 就是中間 那支推桿 其實 如果有些朋友 有舊 Freeway 整個車 或者金袋 其實有 跟了一個配件 這個配件 就是用來 讓我們收這些 波頭 方便很多 不會令大家手痛 原裝已經跟了 好了 有些朋友 到了這裏 就會說 我是不是應該 跟說明書的長度 其實你可以跟說明書的長度 但是由於我們其實會 幫車子上架 設置 我們不需要 一定要安定 那個長度 因為我到時上架 我都會調到 當然你可以 但因為我未調到 中位 我就不 這部分又完成了 第三包 接著呢 要搞第四包 我們現在去到第四包 先打開第四包 第四包 是搞什麼呢 就是搞前後波箱 二樓板 那些油壓架 那些油壓板 前後油壓板 這裏就是搞前後波箱 好了 打開很多金屬零件 接著一包螺絲 然後找回前後波箱 出來先 因為為什麼呢 你拿了波箱 對對 其實前後波箱 左右 其實前後 四個波箱 是一樣的 即是四個是一樣的 只是分左右 前後要割兩隻 即是一對 中間也會有一條柱子 即是頭尾有條柱子 說明書呢 有說明書 你可以跟著說明書 照組裝 我們找了兩條柱子 就先安裝了兩條柱子 在這個時候 又是了 就不用緊緊 不用收緊 我先安裝到前波箱 為什麼呢 這輛FuV 繩 這麼多系列的車 因為 前後的 波箱 它都會有一個 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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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固定整個中心位 所以你不用特別加工 令到它 怕它尾巴 基本上很容易組裝 這個時候又是了 我都不會收緊 為什麼呢 因為我用來 跟一跟 剛才那條橫柱子 現在我只是扭到磅 頂手 接著我可以收緊 底的四顆螺絲 前面收緊 然後 後面 後面一樣 平得 平均 然後 平均 平均 就是剛好 其實是 有時候 我先把所有的位置放到頂手放到位置 然後呢 為什麼呢 我要弄一弄這條頂手 這些收到頂手就可以了 然後底下的四顆 頂手收多一下 頂手收多一下 有些朋友告訴我 CounterSing的螺絲會凸起 我到現在呢 組裝這麼久 常算正常都沒有凸起的 如果有凸起的話 你可以換一個螺絲 可能有一個螺絲比較厚 但是應該剛剛好 整個... 整個都剛剛好 大家看到剛剛好 好了 搞定這個部分了 接著搞什麼呢 這個說明書就叫我們搞個頭Poolie 原裝來呢 就組裝好 為什麼呢 要做什麼呢 我們又是那個人 用啤檸 最少要加啤檸油 啤檸要加啤檸油 原裝來呢 它說明書有說的 我們跟著一些螺絲 穩固的可以拆出來再重新修過 或者換個大減 你要換個大減就鬆它 如果不是呢 用回原裝的 你跟一根螺絲 看看收得好不好 跟完之後呢 跟著就 跟說明書要做 放這麼多塑片下去了 原裝呢 就跟了兩隻 銅戒指 另外還有兩隻塑片 這個就是大減那裡的 好了 現在準備裝它下去 很多朋友都會說 這個位置是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裝上去呢 要穿好位置 其實呢 這裡有一點技巧 為什麼呢 原裝呢 在這裡講講 補充給大家 為什麼它預料了這麼多 塑片給你呢 因為不同牌子 這裡的大減 厚薄 會有影響 可以在哪裡調節呢 你買了一些厚的 可以在哪裡調節呢 就是在這些塑片 你可以少一點 來調節了這個厚薄 但是呢 這個 因為它原裝這隻牌子 有一定的虛位 其實呢 這裡也很好的 因為不會被你夾死 那一顆 夾死那一顆 你不會相信 在這裡呢 有很多朋友會說 哇 很難裝喔 那怎樣裝好呢 我的慣性呢 就是 這條片穿下去的時候 因為說明書都有說 你放一隻塑戒 和一隻銅戒指 首先呢 我會在一邊 穿了這個銅戒指 和塑戒 而這個呢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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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因為它是圓周 你放進去 基本上就適合 放進去 然後呢 就到另外一邊 這裡是 有些技巧的 安裝 可能令到大家會麻煩 少少 因為為什麼呢 車子設計得很精密 在這個位置 差不多全部都在那裡 整個傳動部份 其實就是這裡 所以這裡少少 讓大家慢慢做 然後呢 怎樣維穩 動起 放進去 放進去 很多朋友都會說 這個 這個安裝比較麻煩 這裡是 少少令到大家麻煩 但是 只要大家慢慢來 慢慢組裝 就可以了 放了一隻 進去 然後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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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其實呢 你已經可以管死 第一個位置 就是把我們的中部份 推上去 好了 中部份 推上去 先頂住 然後呢 再調校第二隻 進去 這裡是要浪費 少少時間 大家 你看到 現在放進去 兩隻進去 進去 進去 你可以 抖一抖 然後 用手輕輕 把牙齒 為什麼呢 因為 讓它進去 先管死了 中心位 最好就是 轉直了 這個位置 你看到 現在已經收到了 然後 你會看到 這隻銅戒指導屍片 已經在 這邊也是銅戒指導屍片 然後 這裡呢 就收螺絲 收緊它 又是那樣 有些朋友問這裡 這個啞位 是不是要下螺絲膠呢 我也不建議 因為你換大減 比較常換大減 你玩不同的車速 會換不同的大減 其實都不會鬆 因為你收到頂 我經常說過 收到頂手之後 再扭一下 按一下力 就可以了 然後裝完 你試一下順不順 很正常 很順的 OK 接著繼續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 接著我們就是 裝一個托子 什麼托子呢 其實不是托子 是裝一個頭的 雅叉 因為雅叉 我們進入雅叉 要裝一個托子 雅叉托子 又是那樣 之前進入的啤梨 要記得拿回啤梨油 滴了啤梨油 滴了啤梨油 之後 你再裝一個托子 記得 跟說明書一定要 有分左右 左右不同位置 近過托子盤位 雅叉的雅位 那邊是C 而另一邊 這邊有英文字母 D CD 兩邊不同 CD 然後把托子盤位置 放進去 然後把皮帶 把叉速放進去 接著就收到最高的格 這裏是有少許緊的 好像感覺很痕的皮帶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如果是頭子 頭子 頭子 馬達的頭輪車 如果皮帶鬆 基本上很快會 掉帶 甚至乎 掃膚裏 各樣的 所以 這個是正常 好像剛剛好 特別設計到 這條掃也剛剛好 可以看到設計師這個 裝上去之後 收上兩邊的托子 你會感覺到 好像皮帶剛剛好 當然 為什麼呢 因為 頭子馬達 頭輪車 一走之後 會馬上鬆 這個是剛剛好 搞定了 頭叉速之後 接著就到 下一個部分 下一個部分 就是 牛角 上前後牛角 我們先搞 前牛角 前面那個 就是 兩顆 前牛角一邊 另一邊 另一邊 前牛角 然後後牛角 記得我之前說 收到頂手就OK了 OK了 一堆一堆 接著就拿了 前牛油壓架 很多朋友會說 怎樣搞平 油壓架 大家留意 我呢 我收到這個 就不是實的 剛剛沒有碰到 全部都可以動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會收到它的車 又拿去 大家來做 支點 這個位置 收到頂手 頂手之後 我才做回這裡 這裡收到頂手 接著 這樣 接著 再重新 把這裡 收緊 頂手 頂手OK了 頂手之後 再多一點力 這樣做 基本上 就正常會平 後也一樣 又 後面一樣 為什麼呢 我會這樣和大家 這樣做呢 這個方法就是 希望大家用 最基本的工具 可以組裝到 車 當然 市場上 有些 比較 叫做 想再專業一點點 數據精準一點 有不同的工具 組裝這個位置的方法 但現在我和大家這樣做 希望大家可以用到 你行常一個普通的玩家 買這輛車回來 用一支2MP 即是用現有的適當工具 用一支2MP 1.5MP 3MP 2.5MP 這些基本的工具 已經可以組裝到整輛車 正常可以到地玩 為什麼這樣呢 如果有很多朋友 會問 我花錢 去買很多不同的工具 來做到 有些朋友就會覺得 剛好玩不久 要我用這麼多工具 好像不麻煩 所以 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最方便的方法 來組裝到這輛車出來 其實是這樣 等於 這樣組裝 用四顆螺絲 收進去之後 才收回兩個油壓板 基本上會平 前後都是這樣做 在這個時候 然後 我才收回那些油壓架 波子 好像跟說明書有少少不同 其實我想方便大家做 其實無所謂的 你可以剛才那裡 已經收了油壓架 油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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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都做到的 一支2.5MP 一支2MP 對邊收就可以了 接著呢 我現在才收回二樓板 剛才說明書 就會叫你收了二樓板 然後才做前後的牛角 到這裏 為何朋友經常問我 你還未收緊螺絲呢 不用收緊螺絲 因為為何呢 我只是說一句 這個要抖一抖才行 即是你做了一次 收到差不多貼了 接著你停一停手 為何呢 平時我們正常會有塊 會放一塊玻璃 或者一個平台的地方 然後呢 我們會放上一個磚頭 放上一個Z車的磚頭 為何呢 因為呢 我想確保車子 抖平衡了 抖平衡了 然後我就會收緊 前後的螺絲 放平了之後呢 你會見到 我會把車子抖平了 才會收緊螺絲 因為我現在呢 沒有把桌子 平了 這樣就 沒那麼好 這個動作 當然啦 我們平時呢 會有塊Z車板在底 會知道 抖平了車子 才收緊八顆螺絲 好 接著呢 就到下一包 現在 下一包呢 就是第五包 我們繼續打開第五包 第五包呢 應該就是做一個防傾桿 打開之後 接著又有一包螺絲 防傾桿 很多機米 首先呢 把啤檸出來 就是那句 啤檸 就放啤檸油 四顆啤檸 放啤檸油 放啤檸油 接著呢 就把那些防傾桿 收著機米 小心留意 說明書有寫的 前面那些機米短一點 後面那些長一點 那為什麼呢 我先收光 因為這些小小顆螺絲 我分了前後的配件 後面長一點 前面短一點 那為什麼會後面長一點呢 因為後面那條防傾桿 就有一點的 那後面呢 你應該看到是1.2的 那我先把機米 先把機米 前面是1.3 點分啦 這裡2點 就1.2 這裡3點 就1.3 就是這條前的 這條前面 這條前面 這條後面 那我把兩抽配件 收了機米 就分開前和後 前和後 然後這些膠件 拿出來 拿出來怎樣 然後又是撿一撿水口 膠位的水口 好了 撿完水口 那你可以收起來 這個工具 十分好用 做一些Ball Cap 那些 設計師特地 做給大家 就這樣開包 裡面有了 十分方便安裝Ball Cap 好了 準備好了 然後就準備組裝上去 組裝上去的時候 首先就安裝了個 抵托 各位 買了這輛車的朋友仔 如果玩過前幾代的車 就會發現 這兩顆 這兩顆小螺絲 收下去 千萬不要收到過大力 真是頂手就好停了 因為為什麼呢 收下去的膠件來的 那 還有 現在的膠件 混碳 很多 都很多混碳 收下去 你越收越有 如果你很大力 那真的收到頂手就好 這兩個抵托 真的不要收得太大力 收到頂手就好停了 因為要用右啞 頂手已經好足夠了 要不然你收到頂手就可以了 要不然你收到頂手就可以了 收到頂手就可以了 然後 就準備裝前面兩條防傾桿 我為什麼不收螺絲呢 我一會兒在教位用的 其實說明書也有跟你說的 把兩顆啤托 放進去 然後兩顆啤托 向自己 首先 現在呢 可以磅一磅 一會兒要再教位 先磅 膠料比較漂亮 所以 按下去比較實 是這樣的 拍一次就夠了 因為現在的膠料很漂亮 而且很順順 坐下去 其實這個真的不要收緊 我輕輕放著 先磅 因為為什麼呢 一會兒要教位用的 好 這個位置 拍下去了 好 拍了下去之後 然後為什麼呢 我要鬆回去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要教一下位置 首先呢 就處理了一條防傾桿的左右 為什麼呢 基本上我們這裡 旁邊兩個防傾桿呢 會是做一個平衡的 就是為什麼呢 這裡凸出來 長度和這個凸出來 長度是差不多的 相約的 好 接著收定手 不用收緊的 頂手就可以了 不要收到很癢 收到頂手 收到頂手就可以了 收到頂手 好了 為什麼呢 這邊是鬆鬆的 兩邊 接著 就看看這個直線位 這裡呢 比那個角度 成一個90度 希望它 接著我收緊 這邊也是 成一個90度 我便收緊 它 為什麼這裡成一個90度 就是這裡 這個角度成一個90度 我便收緊這顆機米 這樣呢 你就可以看到 現在抖完之後 兩邊 有反應 兩隻搖臂 這邊托 另一邊 動的了 一起的 後面一樣 這樣做 這個時候呢 可以 先放它 輕輕 因為要調整 動的位置 好像開車 有點悶 看到大家有點悶 緊緊 緊緊 之後呢 接著 這顆 再放在後面 防傾桿位 這裡 這個比較緊 這個 要大家用力 如果不可以 就用鉗子 用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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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習慣用手 因為我怕弄到 那些鉗子 但真的比較緊 但緊完之後 就很順 這個時候 為什麼呢 我就開始 要調整 剛才的 左右 跟剛才一樣 尾防傾桿 這裡的長度 跟這邊差不多 平衡的兩邊 好了 搞定 這裡 弄了它 頂手 接著 又是看這個 我又是希望它 做到直角 為什麼呢 你如果出一點 就不直 如果進一點 我要看到它 直角為止 好 原來對對最進 差不多直角 那我就收緊 這些部分 全部收到頂手 就可以了 不用再硬 收到頂手 碰到已經很緊 行車不會掉 兩邊一樣 收完了 OK 那第五包 就完成了 好 在這個時候 接著就是第六包 第六包 其實單位也有說到 其實就是 我們那些 三節棍 絲座 尾盒 那些轉向部分 我們先拿開車 先放在那邊 車可以 先放棄 我們先拆包 拿了 零件出來 因為這個部分 有很多細微東西 要收拾一收拾 好 看到了 轉向杯 絲座 尾盒 尾盒 然後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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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蹄膠 三節棍 尾盒 尾盒 好了 這裏有些膠件 我們先拆開 接著 又是甚麼 撿一撿水口 看看這些膠件 有沒有水口 有的 又撿一撿 又是 接著 倒一包 啤檸 螺絲 又是那一句 最基本的 都放了 啤檸 油 留意 有兩套是薄 一點的 啤檸 又是放啤檸 全部放啤檸 放啤檸 讓它滲進去 膠件 還有水口 可以留意的 因為有四條編 前後的編 兩條長兩條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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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你可以試一下 一些編位 對下去 很順暢 後面也是 另外尾盒 尾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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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有些 推桿 一些機米 你可以跟說明書做法 但是 我慣常 就開始把機米放進去 尾盒和絲座 先把小小的零件 弄出小小的零件 不是掉了 先把零件拆掉 輕輕一點就可以了 這顆在哪 這顆呢 就是在絲座 底部 全部拆掉 之後 接著就有 痰罐仔 痰罐仔 放在絲座 接著就有 長短的 波子頭 接著有四隻 同戒指 這個時候 要怎樣 如果這些啤梨 搞定 我們準備一個 轉向杯 先把啤梨放進去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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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向杯 同戒指 接著有小啤梨 因為頭 我們用三折棍 裡面的是小啤梨 記得 比較薄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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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放進去 說明書 可以 我現在 做日 其實是一樣的 步驟也是一樣的 這個 轉向杯 放進去 中間的洞 這裡 現在 沒有放進去 沒有放進去 後期 是不同場地 有些什麼 可能這個 放進去 放進去 甚至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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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進去 放進去 先把 檀罐仔 長的是下面 短那顆 便是上面 還有這個時候就要記得打開一包三折棍 有些朋友在三折棍回來就檢查一下 正常就會放一些抗磨的油脂進去 三折棍的轉向部分 可以放些油脂進去抗磨 因為這個轉向部分動動比較多 所以放些油脂會比較好 把三折棍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就穿到絲座 然後就準備收到底的螺絲 頂手就可以了,不用再加上去 這個要放一個0.5的小戒指 這裡收到頂手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收得太強,就要夾著它 不用收到很緊的,這個位置要順 然後另一邊又是這樣 你看我收得太強了,會揹的 其實下面可能收得太強了 放鬆一點 上面又可能收得太緊 好,OK了,放鬆了 所以不用收到很緊的,這個轉向部分 然後到尾盒 尾盒一樣,兩邊啤鈴 中間有一隻銅戒指 尾盒穿條片 尾盒沒有分L、R 所以大家不怕左右調轉 都沒有問題 兩隻腳架,前後四隻 弄好了,撕了尾盒 還有馬蹄膠 馬蹄膠 馬蹄膠拿出來 那些不會有很多水口 所以不用特別收拾它 馬蹄膠下去 其實可以加些礦磨 希望它打進去 那個杯 擦束杯 會更加 潤滑很多 有些朋友就放些礦磨 大家留意 不要抹得太大 馬蹄膠 否則馬蹄膠很容易斷 少少力 慢慢來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太大力 好,接著到這裏 就開始裝那些 推桿了 推桿 裝推桿 最重要是我們右邊的工具 好了 那些 球夾 拿出來 逐個逐個逐個 拆開 為甚麼呢 準備整理一下水口 大家留意 這個球夾 有一個平的 有一個圓頭的 你可以按照 因為有些轉向部分 如果用圓頭的位置 大家可以整理一下水口 前後兩支 推桿 就一樣長的 用我們 的工具 可以看說明書 我首先做前 兩邊 進了 當然 在這裏 簡單的朋友可以 拿卡尺 卡的長度 跟卡特羅 這裏叫你14.3mm 即是14.2mm 即是14.2mm 但是 因為我 之後都會上設車架 基本上 我大約 是差不多 就可以了 如果沒有設車架的朋友 可以 跟 說明書 這樣說 你可以 按照 14.4mm 這裏 為何 我想 確保 CAMBER 大小 在這裏 要留意 新玩的朋友 要確保 CAMBER 是直的 因為廠 其實發展到現在 這些 膠件 已經 去到一些 物料 已經比較高質量的物料 是偏實的 安裝的時候 好像很緊 是正常的 新料 是比較緊的 前樓 四支 所以 原廠 廠方 就跟上 工具 給大家 方便大家安裝 有些朋友 會說 沒有這個膠夾 你可能用 鉗仔 但是 就盡量夾緊一點 不然的話 你會容易 弄髮了 推桿 其實 這個 收瓦 已經可以 調整 CAMBER 這條 直線位 好了 完成之後 還有 長的兩條 長的兩條 是什麼 就是 我們的 轉向 部分 這條 反過來 裡面的位置 就是 沒有 蓋 不是 平的 所以要留意 要看看說明書 你看到這條 斜了 斜了點 因為我上了很少 我拿出來 為什麼這麼講求 這個直 如果你的車 走得直不直 如果你歪了 這些 就會有機會影響 你的車走不直 甚至乎 你覺得 可能偷偷一邊 原來 其實你裝的時候 已經有些 裝得不適合 你要留意 這些推桿 會是一邊順 一邊是翼架 一邊是反轉 一邊是翼架 一邊順一邊翼 好 我先戴一下 因為我都說了 我會上架 好了 搞定這些之後 然後我就準備拿回車 裝在車上 拿回車過來 先 對著尾巴 兩邊進去 然後 收到頂手 就可以了 好 你看到 做得很長順 另一邊 到前面 前面我提過大家 有左右的R和L 剛才組裝的時候 才分定 做了個R 先 那邊穿下去 你看到 很順暢的 然後怎樣 在底部 這個就要收上去 平了就可以了 平了C座 到另一邊 OK 平了就可以了 接著要搞什麼 就是把 推桿 拍下去 上Camp 就是短 那四支 前後一樣 拍下去 原位就是牛角 那裏 平的兩角 就是外面 你看到 剛才我不是說 我會上架 所以很長 你不是很方便 那你還未 先扭進去 其實 之後會上架 沒有什麼影響 拍下去 另外那邊一樣 好 接著就到中間那個 轉向位 記得 這個轉向 一個是平的 一個是圓形Ball Cap 圓形Ball Cap 圓形Ball Cap 是外面的 當然 你可以跟 說明書的尺寸 我講了 你可以跟說明書的尺寸 但如果你有設置架 基本上都不需要跟 到時上架可以定位 好了 拍到前面 然後你可以看到 整個轉向部分 已經處理出來了 OK了 接著呢 搞定後面的兩條 常推桿 那邊的高一點 給大家看到 搞定了 拍完之後 接著呢 現在就搞定這部份 接著呢 就準備下一包 第七包 第七包 很明顯知道是油壓部分 和第八包 接著就是泵巴 各樣東西 第七、第八包 好了 我們準備打開第七包 就是四支油壓 打開之後 四個油壓 金屬油壓桶 呃 油壓油 那些膠件 各樣的 那也是那句 膠件要整理 第七包 因為油壓 其實我同一時間 開完第八包 第八包 就是泵把 電架和泵把 還有棉 殼柱 電架泵把 好 油壓那一包 待會我 另外仔細告訴大家 我先把第八包 四支油壓 好了 倒開了它 那這兩顆 是電架位 我們除了膠 又是倒閉水口 因為這個膠電架 接著到 瓜牌電架 托位 接著有個3N 上面貼 另一包 就是電架托 和前泵把 有個43g 圓的前泵把 圓箱筋 有個膠的前泵把 和一個43g 金屬泵把 其實這輛是頭輪車 因為頭輪 傳統 我們都會把重量 拆在車頭 但是呢 如果膠太輕了 所以我們會用 43g 金屬泵把 裝在頭 另外有前後殼柱 這些拆下來 頂粒 這個可以收起來 又是了 記得什麼 把膠料 在這個時候 為什麼我特意跳過 油壓先 油壓 因為要 比較仔細 和大家說 好了 我先把電架 把螺絲分開 然後 在這個時候 我會做什麼 其實這個時候 我會先搞定 一個 滑滑 這個機米 輕輕把它收起來 輕輕 先把它收起來 不用收緊 金屬 4M 4M 輕輕 先把它收起來 為什麼我會 改造這個部分 因為油壓 要另外告訴大家 而這個 這個位 如果我不先做這個位 那條片 很容易掉出來 經常很麻煩 這樣 把這條片 放進去 在這個時候 可以測試 放進去 然後 收緊 前後 左右 放進去 先放進去 你看看 又掉出來了 如果你不先放進去 放進去 因為沒有固定位 比較麻煩 所以我建議大家 先放進去 這個部分 即是放進去 你可以先放進去 說明書 後一點 會看到 先放進去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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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x12的長螺絲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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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進去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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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架的關卡片 放進去 有兩個自鎖絲母 就固定了 在這個時候 因為拆開了第格 剛才最後的包 我們就裝上前泵板 留意有兩顆是三乘八 長一點有兩顆短一點 底部長的三乘十 這個頭殼柱 後面有兩顆 上面是短的 為什麼我先收了這個 因為底部收起來 就連同車子 大家看到 放兩條柱 有些朋友會問 阿傑你現在這樣做 就會收不緊 其實不是的 最後我用兩支2MP 一起收上下的螺絲就緊了 現在你看到動 鬆了出來 其實呢 你可以 拿著它做也可以 為什麼呢 我一會兒碰上去 就收到車頭 泵板面上 當然你可以 照分開來做的 沒問題 視乎你 什麼方法都可以 這個 因為金屬不用收到很緊 頂手已經夠了 然後拿車過來 收到底部 三乘十 一次過收完 就可以了 因為呢 其實那個 金屬泵板那裡 會有啞 其實 你都可以收了泵板 再收上面那兩條柱也可以 沒有所謂 不過一次過收完 現在搞定 如果你覺得不好 或者 你喜歡的 就插開它 插上面 第二個方法 你就是剛才那個 不好的 就拿起 腳頭 金屬泵板 將這兩條柱在這裡 收緊了 才可以 然後再放上面 這些螺絲 真的可以 不用收到很緊 收到很緊 不用 OK啦 現在這樣搞定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尾 當然 尾殼柱這裡 其實 原先 預留了幾個空位 給大家的 有兩個裝法 一個 就是高一點 就是高一點 視乎你用什麼 車殼 一個 就是低 開一點 視乎你會用什麼車殼 我跟著說明書 先收在外面那兩個 如果你有高身的車殼 可能要 把車殼 然後 還有一些螺絲 是什麼 收到車殼 先收到車殼 先收到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好 這幾個 和殼夾 是什麼 就是教你殼的高度 你看看 你用不同的車殼 要教高度 我隨便 先收到一個洞 另外 有四隻 就是準備最後 一隻殼 粒內的外面 我習慣 就先穿 到時候 在這裏 就可以 裝一隻殼 用 另外 多了兩粒士碑 兩粒士碑 我多數就插在頭冰箱上 最後還有兩粒螺絲 那兩粒螺絲是什麼 就是收你的馬達 好 先拿一隻馬達出來 好 十三點五 這隻就是 固定一隻馬達 先拿著 先拿著 頂手 少少頂手 不要收緊 為什麼 然後 我們又要 準備排位 再按一隻電扁 電扁 這樣排位 還是這樣 好 都要走一走 那些位 好 要去看 先 那 轉頭再攪 電扁 那好了 這個時候要攪什麼 就是攪回剛才第八包油 那我先拿開一輛車 攪油 就拿開工具 把剛才第八包出來 拿好油壓架 開包 原裝跟車 頭藍尾綠 原裝彈弓 四個油壓身 四個油壓托 然後還有一些膠件 也是那一句 膠件記得 收拾水口 膠件其實不用了 因為有金屬油壓托 好了 我們先拆掉膠件 收拾水口 收拾後 油壓托 拆掉金屬件 原裝跟了一支油壓油 那支我略嫌太輕 我會選擇一支 五百五的來試試 因為太輕又未必好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新的油壓 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很小的油壓桶 容量少的 但是大小的油壓桶 好了 現在要做什麼呢 首先要把片子 處理了 因為我想盡快把油壓托 因為要盡快把油壓托 因為要把油壓托 又要等它走氣 又要等它這樣那樣 所以我盡快想做好 讓它進入油壓托 那我跟車 4孔1.1 拍4個孔 這裡有很多小微零件 很多E-Keyp 全部拿出來之後 將E-Keyp 輕輕力好了 4支 4個E-Keyp 4支 好了 搞定之後 我就拿好油壓桶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會放入一支O-Link 然後這個會穿過油壓桶 拍穿過油壓桶 然後再拿一個白色戒指 當然啦 我現在先試試位 最後會把油壓托 好 在這個時候 就試試油壓桶 我拿好4個桶 放好油壓桶 準備一串串串 為什麼我會放好油壓桶呢 因為這個時候 我就會滴少少 油壓到油壓桶 當然 你可以在旁邊放油壓桶 但我不習慣 在旁邊放油壓桶 即是在O-Wing外面 和油壓桶 放油壓桶 可以再放油壓桶 但我習慣不放油壓桶 我直接放油壓桶 放油壓桶 先放油壓桶 先放油壓桶 好了 怎樣弄緊它 其實不用用任何工具 但是扭緊它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你用工具擔心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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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 會動動的 整個會動動的 OK 四個桶 好 接下來要做什麼 就是把O-Wing 攪拖 這一個攪拖 四個 膠圈 攪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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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它扭進去 然後放在架上 扭進去 到這個時候可以做什麼 未在入油前 我們收到腳 可以跟說明書收到差不多貼 有些朋友會問 用鉗和鉗花的身材 原廠的工具 我們有出過工具 用鉗就小心 看著做花條油壓心 做花條油壓心 經常漏油 比較麻煩 好了 裝好這些 準備可以入油壓油 另外原裝有4粒棉 如果想彈芯 再彈得鏡就要加棉 一般我會先用平芯 平芯的意思是 不彈不彈不熟 有些朋友喜歡設定縮心 我就用平芯 即是不彈不熟 好 先把油壓進去 好 先把油壓進去 然後 我會拉上拉下去 讓泡沫走進去 現在可以看到 拉上拉下 不要推到最高 拉上拉下 可以了 因為讓油壓進去 底部 你會看到很多泡沫 有些朋友會選用 真空杯 或者其他方法 令它快一點 可以入油壓 如果不趕 我就建議大家 可以這樣拉一下 然後靜止它 放它一會兒 走到泡沫後 就可以蓋蓋 為什麼你抽真空杯 那些 最後 你抽完真空 那些氣 其實都要一會兒才可以走得完 當然會快一點 但我喜歡自然一點 讓它的氣排走 而如果一個新玩家 沒有買過的工具 可以用這個方法 OK 找個位置放在這裡 拉上拉下拉上拉下 讓油壓進去 底部 好 然後放在這裡 讓它的泡沫散走 你現在看到我拉完之後 很多泡沫 很多氣泡 讓它的氣泡排走它 我們隔了一會兒 如果要抽真空泵 即是真空泵 抽完空氣之後 我們就可以蓋蓋了 蓋蓋的時候 怎樣呢 一般玩家 其實我建議大家 不需要特別研究 縮心 彈心 還是用其他方法 一般我覺得 最容易使用 平心 不要理會有彈心 蓋蓋前 把四個頂部的泡沫 把四個泡沫 塗一點油壓油 拿一支出來 我們暫時拉到最低 拉到最長的 按住它 輕輕蓋蓋 蓋蓋的時候 要做什麼呢 按一按 按一按 因為怎樣把泡沫按下去 希望油脂回出來 按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蓋蓋 蓋蓋 蓋蓋 有些朋友會說 膠蓋和膠蓋很合適 所以我要按緊 手指要按緊 為什麼呢 因為不希望再讓它走氣進去 蓋蓋了 然後有很多油脂 我們把它抹一抹 抹一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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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油脂 最好玩的玩家 不要特別理會 他縮心彈心 我之後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處理彈心 縮心的問題 記得手指要按緊頂頭 因為為什麼不讓它走位 走位 然後又進去 收拾完之後 用乾淨的紙巾 用布 再抹多一次油脂 因為剛才蓋蓋的時候 有很多油脂 再收拾 收拾 OK了 全部再抹一抹 抹一抹 收拾螺絲位 上下的蓋子 因為我四支都進入550油壓油 我沒有分前後的可以 如果大家有朋友說前後不同油壓油 那就要分清楚了 否則現在會忘記了哪支是前後 好了 做到四支油壓之後 完成了 接著就拿回剛才的四支油壓油 前面是藍色 後面是綠色 後面是綠色 再放在底托上去 後面是軟身一點的蛋弓 前面是硬一點點的蛋弓 所以前藍後綠的原裝VV繩蛋弓 嗯 好了 好了 攪定這部分四孔的油壓油 之後 complement 好了 又可以準備放在車之前 再停在它的路面 好 因為下面先是在車前 好 再在上面 拉緊這些步驟 最後就可以 再 cleared電線 然後都幫進產唔 然後再調整 軟性為幫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